欢迎来到美厅 看了30个临终关怀的故事 才明白 人最大的遗憾是没有 好好告别 2021年 一本来自英国的临终关怀指南 好好告别 被引进国内出版 这本书获得了众多专业医师的推荐 还入围过2018年的惠康图书奖 深受广大读者喜爱 作者凯瑟琳·曼尼克斯 是一名专业姑息治疗医师 也是英国姑息治疗的开创者 长达40年的行医经验 与死亡近距离接触的所见所闻 让他悟透了一个道理 生命成可贵 但保持生命中会死亡的意识 我们可以更好地欣赏活着这件事 为此 他在书中写下30个感人肺腑的故事 带领读者直面死亡冲击 了解生命真相 一桩桩生死无常 聚散离合的悲剧告诉我们 人都是要死的 重要的是 你能否让自己不留遗憾 与世界好好告别 好好告别中 医学领域工作者凯瑟琳 常年与死亡打交道 第一次看到有人在自己面前死去时 他只是个刚满18岁的医学院大义新生 死者是一位40多岁的男子 因心脏病发作 被送上了救护车 可惜还没撑到医院 就断了气 看到对方向一台突然断电的机器 瞬间停止了呼吸和心跳 凯瑟琳下的半嗓 都说不出话来 但这仅仅是个开始 他正式成为医生后 短短一个月内就目睹了十多个人的死亡 其中年龄最小的是一名16岁的男孩 他的人生还未热烈绽放 就在恶性骨髓癌的折磨下走向了凋零 最令人感到伤心的 是一位五岁孩子的妈妈 她原本患有不孕症 熬过痛苦的治疗后 终于拥有了做母亲的资格 可她无法陪伴孩子长大 不幸因乳腺癌而撒手人寰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一个思乡心切的男人 他多年漂泊在外 重病后想要回到家乡见父母一面 他乘着救护车纵贯整个英国 却在抵达父母家附近时就闭上了双眼 一次次目睹不同身份 经历和年龄的人离世后 凯瑟琳逐渐意识到 人人都免不了一死 她是所有生命的终点 也是无法避免的结局 因此 面对死者时 她不再惊慌失措 而是尽可能地保持冷静 耐心安抚死者家属的情绪 家里的宠物猫去世时 她也毫不避讳地带着孩子一起埋葬 让孩子认识并接纳死亡的存在 她还去研究当时新兴的姑息治疗 决心投身临终关怀领域 为将死之人送去最后的温暖 而学会与死亡和平相处 让凯瑟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平静与从容 有人说 我们像旅人那样走向目的地 世界是客栈 死亡是旅行的终点 每个人或早或晚 都会像水滴汇入大海一样 静静消失在岁月洪流中 一次致命病毒的入侵 一个微不足道的疏忽 一场猝不及防的意外 都有可能让你我遭受灭顶之灾 但乔布斯曾说 死的意义就在于 让我们知道生的可贵 一个人只有在认识到 自己是有死的时候 才会开始思考生命 从而大彻大悟 无论你脚下的路是遍布荆棘 还是平坦开阔 最终通往的都是死亡 直面失去的恐惧 才会懂得珍惜当下 接纳死亡的存在 才能领悟活着的意义 哪怕生命如烟花般中 会燃尽 只要有过一两次绚烂 就足以照亮你的整个人生 二 过度畏惧死亡 比死亡本身更可怕 书中有句话说 虽然病痛 可能会给身体带来挑战 但更重要的 往往是对情绪的挑战 死亡本就是人生常态 欲试想方设法逃避死亡 欲会让自己和家人备受煎熬 在数十年的行医生涯中 凯瑟琳发现 人们回避死亡的方式 主要是以下散 一是过度恐慌 轻易向死亡缴械投降 有个叫亚利克斯的年轻男孩 患癌后住进了病房里 其他病友心态良好 一起聊天 看球赛 拖着输液架到处闲逛 只有他整日郁郁寡欢 无法接受患病的现实 一想到死亡步步逼近 他更是吓得浑身贪软 失声痛哭 甚至 为了逃避等待死亡的恐惧 他还无数次在脑海中制定自杀计划 而过度恐慌的情绪 无异于一剂猛烈的毒药 很快就加重了他的病情 某天凌晨 焦躁不安的他吐血不止 还没来得及跟亲友告别 便匆匆离世了 二世自七七人 以虚假的乐观掩盖恐惧 女孩沙利刚刚订婚 就突然患上了绝症 他始终不敢相信 便将悲伤和无助 隐藏在了极度亢奋的状态背后 凯瑟琳每次想要跟他交流病情时 他总是刻意岔开话题 他满怀憧憬地 谈起出院后的种种计划 畅想结婚 生子 四处旅行的未来 面对家人担忧的目光 他也假装毫不在乎 并指责他们大惊小怪 但很快 近乎癫狂的躁动 就耗尽了他的精力 导致他情绪崩溃 最后 他带着怨气与不安离世 没给家人留下任何一句遗言 三世相互隐瞒 试图用谎言粉饰痛苦 女子耐力身患重病 时日无多 却害怕丈夫难过 对自己的真实状况 只字不提 丈夫则误以为 她不知道自己的病情 也对癌症 死亡 等词汇 闭口不谈 出于对彼此的爱护 他们不断配合对方演戏 把牵挂和不舍 都藏在了心底 结果 在耐力即将离世时 两人也没有坦诚相对 他们白白错过了 跟对方说再见的机会 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把死亡当成一种禁忌 酿成了一桩桩 邪满悔恨与无奈的悲剧 痛苦和死亡 本就是生命的一部分 抛弃他们 就是抛弃生命本身 盲目逃避死神的追随 不敢正视内心的恐惧 你的心灵会比身体 更早进入地狱 很喜欢王小波说的一句话 我们无法决定怎么生 怎么死 但我们可以决定 怎么爱 怎么活 在有限的时间里 不妨走出恐惧的阴影 积极去做想做的事 用心珍惜身边的人 生如下花 死如秋叶 从容跨越生命的终点 才不往来人世间易遭 三 学会好好告别 是每个人一生的修行 好好告别中 凯瑟琳认为 死亡不过是一件平常的事 比起害怕死亡 人们更应该害怕的 是没来得及与家人道别 为人生画上圆满的句号 书中 他提到了两个 令自己深受触动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的主人公 是19岁的姑娘希尔维 她在乐队担任鼓手 打算大学毕业后 从事音乐方面的工作 本该前途大好的她 却不幸患上了罕见的白血病 生命只能维持两三年 尽管她面色苍白 身体虚弱 靠每周输一次血 才能活下去 但她依旧笑容明媚 心怀阳光 她明白自己无法阻止死神的到来 只能把余生的每一天都当成礼物 她参加了支持白血病研究的慈善音乐会 欺临现场担任鼓手 还在幕后编辑出售的磁带 这些磁带记录了她的演奏 也让她的灵魂得以长存于音乐之中 她还去学习了针线活 将自己儿时的衣服拼在一起 亲手为父母缝制了椅子垫 这个椅垫融进了她的爱意 也让父母有了缓解悲伤的心理安慰 在生命的尾声 她与亲人梦想一一道别 并留下了自己来过世间的印记 她活得很充实 走得也很平静 了无遗憾地结束了短暂的一生 第二个故事的主人公 是耳科医生丽儿 她生了对漂亮的双胞胎女儿 但大女儿一出生 就确诊了致命的肌肉疾病 丽儿深知女儿活不了几年 却因爱女心切 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延续女儿的生命 她暂停工作 每天不眠不休地 关注女儿的身体状况 生怕出现任何异常 她四处找寻专家 组建了一支值得信赖的团队 24小时轮流监护女儿 可惜女儿的病情已无力回天 后来只能靠呼吸机艰难续命 看到女儿蜷缩在冰冷的医疗器械之间 痛苦地喘不上气来 丽儿感到心如刀脚 她决定放下执念 接纳无法避免的事实 尽可能地提高女儿的生命质量 她选择了保守的药物治疗 并提前按照女儿的意愿 精心挑选了目的 确定了葬礼细节 最终在家人的陪伴 音乐的环绕中 女儿像睡着了似的安详地停止了呼吸 而与丧女之痛和解后 丽儿也获得了内心的解脱 她努力打起精神 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状态 她还以女儿的名义成立了基金会 力图帮助更多患病的孩子 在死亡猝不及防的突袭中 坦然便是抵御攻击 减轻伤亡的有力武器 正如医院清单中所说 解决死亡的问题 只有一个途径去好好的活 死亡必无可避 无论是执拗的与之对抗 还是惊慌的向之投降 都是在浪费现世的每分每秒 怎么生如何死 或许是上天早已写好的剧本 贯穿其间的故事 却由你自己说了算 站上人生舞台时 专注地演出好戏 畅快自在地享受当下 即将谢幕退场时 从容地挥手告别 不留遗憾地迎接另一种出发 在死亡的伴随下 依然活得热气腾腾 就是一个人最了不起的本事 见证过形形色色的生与死后 凯瑟琳感慨道 我们不是对死亡说 不 而是应该对生活说 是 人生中绝不会落空地等待 便是等那必然到来的死亡 每个人从姑姑坠地时起 生命便进入了死亡的倒计时 无论你有多害怕 多不舍 都无法打破人 终有一死的自然规律 但恰恰是随时有可能降临的死亡 让生命的每时每刻 都变得弥足珍贵 作家周国平说 不管生命多么短暂 我们要笑着生 笑着享乐 笑着受苦 最后笑着死 这才不枉活一生 死 只是一个结果 重要的是你选择怎么活 学会直面和接纳死亡 把你正在经历的每一天 都当成生活中最美好的一天 该自在就自在 该潇洒就潇洒 认真活着的每个瞬间 都是生命赐予你的奖赏 只要你来过 你爱过 你享受过世间的风营 此生便无怨无悔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 祝你生活愉快 没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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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谢谢